这是真实发生在海上的惊险一会 渔民出海的时候意外勾住一条巨型摇鱼 摇鱼发了疯的挣扎想要逃脱 恐怖的力量让渔民一度站立不稳 如果再这样下去 人和船都有危险 于是一向谨慎的渔民 此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拿出50厘米的小刀 想要砍掉它的尾巴 可是这条鱼挣扎得太厉害 抚一靠近 摇鱼的大尾巴就会猛地甩向它的胸口 要知道这家伙的尾巴上 可是有着让人闻风丧胆的毒刺 常有人类被袭击致死的案例 因此再是怎样有经验的渔民 面对这种鱼也是120个谨慎 由于刀子太短靠近太危险 渔民又抄了一把衬手的棍子 棍子的顶部带有刺口 用它对付姚鱼 果然三两下就把姚鱼戳了个对穿 姚鱼吃通下猛烈的扑上 渔民就在原地等着它把力气消耗光 在长达五分钟的挣扎下 姚鱼终于没了力气 渔民立刻就用棍子将它勾了上来 重新拿起刚才那把刀 脚底传言 挥手就砍 被两根大棍夹住的姚鱼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任由它生生砍下尾巴 一刀还不够 又足足挨了好几刀 确认它挂得彻彻底底 这才放心拽上船来 你瞧这家伙有多大 长得也不像普通姚鱼那么可爱 绝对是吃它没上量 正研究着是清蒸还是红烧 紧接着上钩的大鱼又吸引了它的注意 好大一条红色钓鱼 虽说钓鱼不怎么太值钱 但品相这么好的也确实很罕见 赶紧就拿到船上收好 连着收获两条大货 让渔民充满干劲 不惜掏出一条鲜活的小鱼挂上鱼垢 希望这次也能钓到一条大大的鱼 然而当看到这次上钩的鱼时 渔民悬着的心是彻底死了 是大鱼没错 但谁让你又上条摇鱼呢 这不是找茬吗 但是大鱼当头 也没有退缩的道理 老哥抄起棍子就往下招呼 把这家伙给钉了个牢靠 一个妖马合一就拖上了船 好在有了刚才的经验 这次也是平安无事地将它弄了上来 不然还真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看这家伙已经半死不拉火 可以尽情发挥刀供 尾巴砍下来后 就直接扔进大海里 这家伙比刚才那条老实多了 模样也不那么吓人 这把算是捡着了 可一口气还没喘云 就发现下一沟居然又是条巨大的鱼 今天莫非是捅到鱼窝了不成 不管了 兵来将挡水来吐掩 老哥流程都懒得走了 干脆了当地就把他插上了船 照例尾巴一见 收入囊中 不到一个小时 斩获超过百斤的鱼货 真是太过瘾了 这回更牛 出海一次耗费上百条鱼儿 上万米的鱼绳 这架势也就是这帮菲律宾渔民 才能摆出来了 背靠得天独厚的资源 他们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 不到最多的鱼 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签定好目标海域 他们特意带了碳鱼器在海上作寻 只要一想 就说明他们已经进入了 鱼群聚集的区域 渔民立马进入战斗状态 火急火燎的开始放箭 每扔完一根 就在后面拴上一个泡沫浮飘 当做记号 而每一根放下去的直线 也都有一根共同的主线连接 这样无论鱼线再多在场 手术的时候 也不会有一个漏网之余 只是要小心 鱼线放下去的时候 千万不能打劫 所以这不仅是个技术活 还是个体力活 到最后 这些鱼线被他足足放了两个小时 才放完 放完之后 还要等待鱼线沉降 又是半个小时过去 他们才能开始收取鱼线 激动的心颤抖的时候 晚上能不能加餐 就看这票的运气了 很快 他们就找到了第一个浮飘 这根鱼线崩的笔直 肯定是中了一条大鱼无疑 经过666秒的拉线 一条小鱼闪亮登场 好家伙 这小别只还挺东西 四手五路有个异金吧 不过品种不错 是条品相不错的石斑鱼 这种鱼在国内市场 一斤能值300块 这样一条 整个市场价是没什么问题 紧接着 第二条种鱼的鱼绳 也被鱼民快速地拉了上来 你瞧这鱼线多长啊 封得还这么紧 会不会是一条深海大鱼呢 其实也没有 这回又是一条未成年的小石斑 给老哥看得哭笑不得 石斑虽好 但是总钓这小卡拉米 啥时候才能回本呢 可是人生就是这样 起起落落落落落呀 下一钩就更要命了 居然是条更小的石斑 可是这回鱼民却没有气馁 因为紧接着 他就发现一条不同寻常的鱼儿 你看他拉线的动作小心翼翼 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惊跑鱼 真好奇到底什么宝贝 才让他这么谨慎呢 鱼线收到尾 鱼儿也出了水 好家伙 这居然是一条巨大的身鱼 拎着尾巴抓起来 沉甸甸的重量让鱼民洗上眉梢 赶紧就解下鱼钩 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而随着这条鱼儿入港 他们今天也彻底转了约 你瞧 眨个眼的功夫 居然又被他们拖上来一条黄色的大鱼 这家伙可不是普通货色 而是大鸣鼎鼎的西星般 这种鱼相当名贵 野生的一斤能卖到六百块 想这个大小的弄不好都能卖上两千块 有了这漂亮的两条 今天出海的成本算是彻底填平了 接下来那就是纯赚了 而下面这一条 却是一条大几斤的轻鱼鱼 这种鱼好看却不好吃 鱼民想了想还是给放了 也算是保护物种延续了 瞧瞧人家这觉悟 我该他们资源好 也许是放生带来的好运镜 接下来居然被他们调出来一条巨大的东星般 你看这颜色 再瞧瞧这大小 这卖个三千块是手拿把掐的 再一调 则是一条傻头傻脑的大摇鱼 还是给放了 你别说他们那里掌弓的兑现的是真快 不出两分钟 又变戏法式的捞上一条漂亮的西星般 牛 实在是牛 最后收了满满一大船好鱼 猜猜这些鱼 一共能卖多少钱 关注我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